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日前发布剧照 剧照可见刘德华饰演的高级警官 有多场枪战追逐场面 影片将于12月上映 由郭子健指导 谢霆锋 余文乐 任达华和胡军主演的救火英雄 日前发布先导预告片 大麦全程停电 事出有因的悬念 故事由一场香港大停电引发 令语谜期待 蕭敬腾遇袭案日前有进展 台北警方根据监视器片段 追查疑犯逃走的车牌号码 锁定一名22岁男子 据悉这名疑犯 更曾打电话回家 向父亲承认案件 而警方还在积极追捕 涉案的两名疑犯 暴风头条正一件的消息 印象里是有暴风头条这个板块之后 第一次有正一件出现在 头条的这个内容 也没办法 他11月7号到11号 要在宏馆开演唱会 当然了 不是他个人的演唱会 是当年演古惑仔的那班兄弟们 山姬啊 什么什么等人 一起在这开个演唱会 请热闹看一下 11月即将在宏馆举行 岁月友情演唱会的 郑一剑 钱佳乐等人 近两个月来助手排练式苦练舞技 据透露演唱会唱跳部分将占80% 不过咱们表示挑战不下 对啊 我们以为唱的部分很熟 很熟 很熟 熟 加舞蹈 之后什么歌曲就忘记了 然后重生要练排练 没有所谓 没有所谓 我们跳他们唱 对对对 现在不会长出来嘛 OK 现在都蛮好了这个感觉 谢天华排练当天神船百色背心 露出手臂肌肉 大方展示训练成果 林晓峰也透露自己已经练出腹肌 而一向跳舞较少的真一剑也 伴力排练 力求带来最精彩的演出 你刚才只是看一部分嘛 一部分嘛 我们有一整一拍都是正义剑跳舞的 我医生也没有见过 你们也没有看过 进去就可以一直过看 另外正义剑太太蒙家慧 最近因为电视台的问题而停工 问到情况 意见不改 活泼本色搞笑回应 我当然了解了 我每天看到他 但是这个方面 我怕我用国语长得不好 所以不方便回应 厉害厉害 你看这个刀手 好厉害哦 刀手啊 大哥 大哥很厉害 我怕我长出来 我长得不好 我用眼神 高人 在亚洲电影节的适应场 有一部戏叫 一个复杂的故事 听起来就很绕 当然现在 这个故事不复杂 这个吊不到观众的胃口 是不是 引来两位大腕出席 一个是导演杜琪峰 一个是歌神张学友 这俩人跟这部戏 基本可以算是没什么关系 所以可见 这个这个戏的导演 是很有背景的 这个 但是张学友 还是有一点点联系 他是客串的这部戏 好久没见歌神演戏了 咱们刺激一下 张学友出席香港亚洲电影节 宣传客串的电影 一个复杂的故事 他表示自己此次是 零报酬义务演出 只因想要感谢曾经的贵人 我拍这部电影的 主要原因就是 因为我支持